苍英姐 你和您先生 这怎么认识呢 那一年我才19岁 有没有觉得 他下手比你们还糟 是拍戏认识的吗 没有 就是我跟你讲 当然真的是挺神奇的 那个戏本来跟我没关系 然后那个戏呢 拍到一半的时候 那个演这个角色的女演员 突然间因为要上别的戏 跟导演说我不演了 就走了 整个剧组就扔在那了 然后当时那个导演 火急火燎要找到我了 然后我去见导演那天 我从楼道走过去 当时我穿了一个背带裤 长头飘着就这么 一跳一跳我去了 小嘛 因为我们家王老师的话形容是 他说当时我那个房间门 跟导演对着 我就开着门 突然之间 他说就我理想当中的 那种未来老婆的形象 一个样子 一个女孩就蹦蹦哒 从面前走过 然后他说你走了以后 我们就跟导演问她是谁 她叫什么 就跟导演说 一定要让这个女孩来 后来我就 对 就那部戏认识的 缘 这就是缘分 所以你看我总结就是 在工作的过程当中 结识的缘分 对吧 这是一种途径 江涛老师您和嫂子是 她姑父是弹那个 西班牙古典籍的 我就跟她学那个 民谣自弹自唱嘛 她去学小提琴 她姑父什么都会 那你们就是同学的身份 认识的 对吧 共同学习差不多 对 所以刚才简单采访一下评委 其实就是给你建议 你看在什么样的环境 场合之下 有可能遇到心动的男生 刚才讲到了工作 学习 这样的环境当中 都有可能结识缘分 那今天来参加节目 后面有那么多选手 没有你喜欢的男生 现在还不知道 对 现在还不知道呢 但是 所以一会儿在选的过程当中 希望能选到你的如意郎君 好的 好吧 加油妹妹